哈喽 大家好 我是Miko 欢迎收看本期的每周360 在我们开始之前 记得先帮我们like share 还有subscribe 也别忘了follow我的IG哦 第一则新闻 Proton S70正式开放预定啦 虽然目前Proton没有公布太多的消息 但是根据目前已经训练的销售员表示 这一款车会有4个车型可选择 分别是Executive Premium Flagship 还有Flagship X 不过全车系只会有一个引擎 就是1.5L的MPI Turbo引擎 最大马力150PS 峰值扭力表现226Nm 变速箱是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还有一点Proton的新车 现在都会有Atas系统 现在s70也是有 据说这一款车也会有 Level 2半自动驾驶系统 所以安全性还是不错的 根据消息指出 这一款车的售价会从8万块起跳 顶级版不到10万嘞 你们觉得这个价钱OK吗 来到我们的第二则新闻 Mazda CX-8日本停产 但是马来西亚不受影响哦 大家知道Mazda在本地有一款很热门的8座SUV车款吗 这一款车就是CX-8 这一款车又帅又实用 但是这一款车已经宣布会在2023年年末在日本停产 这主要是因为Mazda还有一款新的SUV要发布了 这一款车就是CX-810所以它会取代CX-8的地位 不过马来西亚的朋友就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根据之前Bermas Auto宣布日本市场不影响本地 因为本地的CX-8还是会继续生产的 因为这一款车在马来西亚印尼还有泰国市场的销售成绩还是很不错的 加上本地是Mazda东南亚的生产重整 因此还是有机会的 喜欢的朋友还是可以入手的哦 第三则新闻 Toyota Yaris Cross确定会在2024年上半年登陆我国 你最近是不是在考虑买一辆新的SUV呢 那么你可以hold一hold先 因为最近我们有独家消息就是Yaris Cross真的要来了 而且这一款车会是以CKD的方式在马来西亚贩售哦 并且会在Pukiraja工厂生产 所以价格应该会有很大的优势 然后加上之前UMW Toyota也表示未来的每一款车都会有混合动力版本 加上Yaris Cross本来就会有混合动力版本 而且Yaris Cross Hybrid的动力表现也会更好哦 因此这个混合动力版本应该可以期待一下的 而且Toyota的混合动力系统你会没有信心吗 来到我们的第四则新闻 Honda CR-V新款即将进军马来西亚 预计售价17万起跳 最近有销售员告诉我们现在CR-V已经卖的七七八八了 因为新款车型要来了 这里有没有朋友正在等待新一代的CR-V呢 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哦 据说新一代的CR-V车身尺码会更大 空间也会更好 配备的部分自然也是会更好啦 不过暂时我们只是知道马来西亚会有两种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1.5L VTEC Turbo引擎 还有2.0L混合动力引擎 据说这一次马来西亚版本还是不会有七人做的版本 原因就暂时不知道 如果真的没有七人做车型的话 那么大家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啦这款车还是不错的 第五则新闻 Hyundai Tucson真的要来马来西亚市场了 现在真的是SUV的年代 最近又有一款SUV要来马来西亚了 这款车就是Hyundai Tucson 而且这一次应该是长走距的版本 也就是说这款车的空间表现应该会有很大的优势哦 至于在引擎的部分 就是采用1.6L的涡轮增压引擎 加上气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最大马力178hp 峰值扭力275Nm 0-100加速9秒 成绩好像不错哦 据说这款车的售价大概是在180,000左右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的重点新闻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like,share,还有subscribe 也别忘了follow我的IG哦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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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 拜拜!